聚集了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 他们再次通过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 传递出坚毅的声音 要求中共低级停止迫害 在这里 不同族裔 不同年龄的法轮功修炼者再次相聚 曾多次登上顶尖杂志 Vogue封面的模特Pujan Moore 走入法轮功修炼七年多 他呼吁人们站出来 守护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在1999年中共迫害之前 中国有商议人修炼法轮功 而中共长达22年的镇压 导致无数家庭破碎 我母亲已经75岁了 被关押在长寿女子监狱 生日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难过 叫你去看什么法轮功的 那些污蔑法轮功的书籍 然后就骂你 折磨你 打你是这样 共产党的内部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他们不是98年做了一个调查吗 说法轮功于国于民 有百利而无遗害 一个这么好的东西 那人心不是你用暴力可以改变的 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 法轮功学员代表 将最新的迫害者名单 向欧盟 五眼联盟国 以及南美和亚洲的 37个国家政府提交 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制裁人权恶棍 跟他们的流动派 和人民带温兴党的流动 不让很多人的自由 而他们把这些拿走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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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中人之间 总的都应该在一起 こな一名 活动现场乌云散去 幻想洒下柔和明亮的光芒 招映出人们心中的希望 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烛光升起 点亮黎明前的黑暗 新唐人记者雨婷宋哲 纽约采访报道